OK,金米今天先教大家來怎麼樣備份你的硬碟 首先,金米推薦用大家使用的是叫做SuperDuper這個軟體 執行之後呢,你就會看到這個程式的畫面 首先,左邊這個地方呢,是你的來源 然後複製到你的目標 今天金米要備份的是影片陣列 videoarray 備份到 videoarray backup 的這一顆硬碟上面去 好,那這個軟體其實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備份,就是所有的整顆硬碟從 A 搬到 B 囉 那另外一個就是,假設你備份是系統碟 就可以指備份使用者的資料 或是說回覆所有的檔案 好,那另外還有它比較特殊的 sandbox 功能 跟一樣是分享了這些使用者跟軟體的 application 或者說分享使用者資料這些 甚至你可以做自訂的這些 script 這以後我們再來教 我們先做教最簡單的硬碟 等於是 A 考到 B 的這個完全複製的一個功能 好,所以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已經選好了 copy 從 videoarray 扶植到 videoarray backup 的這個檔案 那其實要執行的時候其實也很簡單 在這個之前呢我們先來看一下 option 的設定 好,在這個地方呢有幾個基本設定大家要了解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在拷貝之前呢 如果你是系統碟這邊會有一個選項叫做 先修復好磁碟全線之後再來備份這顆 這個相當重要 但是這個地方它就可以幫你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拷貝之前呢 在複製之前呢 需不需要把你的目標磁碟 就是你要複製過去的這顆磁碟 先把它清除掉 好,先把它formate 掉 然後再開始 copy 乾淨的拷貝 好,所以選項在這個地方 或者說是只有 smart update 就是僅針對有更新的部分來做更新 好,這個就在這裡可以來選 或者是拷貝比較新的檔案過去 好,或者拷貝不同的檔案過去 就是完全看你的需求 那基米今天教大家的是選擇 整個抹除之後 從 A 拷到 B 好,那完成之後呢 這邊是設定你完成之後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比如說,將電腦關閉,關機啦 或者說是睡眠,或是關閉這個軟體 或者說是把複製好的這顆硬碟給 eject 就是退出 好 那如果是系統碟的話 你甚至可以選擇它 誒,我們剛剛看到那邊應該有吧 好,如果是系統碟的話 你甚至可以設定它由 備份好的那顆硬碟來開機 來確認它是不是都真正的work 好 好,那進階功能當然還有更多的選項 好,所以其實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直接按開始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還有一個schedule的一個功能 你可以去定義它 好,這個從平常是每一個月裡面哪幾週要做這個備份的這件事情 你可以設定好 比如說每一二三四週的一二三四,禮拜一到禮拜五 好,那九點半都要來做這樣的一個備份動作 好,或者是你想要每個每四,每個月的第四週的那個禮拜六的下 禮拜五的九點半才來做備份這件事情 好,或者是只有當你把硬碟接上來的時候它才備份這件事情 好,schedule就是在做這個動作的 好,其他之外呢就是直接按Copy 好,它會再問你一次 接下來要把VD array backup的這一顆硬碟給Format掉 然後才可以開始拷貝 所以說我們直接按Copy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它的動作囉 它開始在Format那顆硬碟 然後格式化好了之後呢就會開始備份了 好,OK,它就開始跑了 那接下來的處理時間呢就看你的硬碟的傳輸介面 還有你的直列的大小才決定 比如說目前我們現在備份這個VD array大概是接近200G了 那時候就放著它跑 好,全部跑完都變成綠燈,綠線條之後就OK囉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幾名跟大家分享的SuperDuper 這個很好用的備份軟體 謝謝大家